韓國疫情持續沒有好轉 接連傳出確診災情 各家粉絲都非常擔心IDOL的狀況 27日Super Junior在傳確診 SJ公司宣布成員立續確診消息 讓他原本正在參加的音樂劇臨時喊咖 而SJ即將推出的特別單曲 他也無法參加 讓粉絲超級心疼 隨後JYP也跟著發聲明表示 一擊劉真快篩結果為陽性 立即中斷所有活動 這次劉真是27日出席活動時 進行了例行的快篩 結果為陽性 立刻前往醫院進行PCR檢測 公司透露劉真已經接種3G疫苗 但還是確診 不過讓人比較欣慰的是 他目前除了輕微咳嗽 沒有別的症狀 但劉真GDR 抵制以及財領後確診 也讓粉絲們著急 經紀公司到底有沒有好好照顧藝人 也成為討論焦點 而不是 所以就在這裏